哎 咱们来看一看 这边这个小哥拿着这个小菩萨 我能看一看吗 这大啥也不是我 这不是菩萨吗 这啊 这是在给这一个小狗 三三三的呀 我天呐 现在我们这边 天气四十多度的高温 我真的人都受不了了 更别说这种长毛的小狗了 好漂亮呀 这个是小薄美犬 茶杯薄美 这家我成年能涨几斤呀 四斤左右 四斤左右 那还行呢 你看 还挺漂亮的 这这一个不太好 这个头上带点花怎么回事 开毛 你说他成年以后到了会掉下来 是吧 你看这脸上弄得有点脏 估计都是吃东西弄的 这种小狗啊 我的天呐 脱单神器啊 俗称 城市三大恶犬 叫起来要人命呀 汪汪直脚 不过他的颜值啊 深受北上网的这个小姐姐喜爱 我告诉你要想脱单 我的天呐 你养一个这个 给你带来不少萌妹子 我告诉你吧 哎呦 这还有一个小笔熊呢 这个也可爱啊 这是笔熊啊 长起来也像那个贵宾犬 但是他比这个贵宾多条尾巴 正常贵宾是把尾巴剪掉的 也就是太低了 这只家伙 你在博美群里面冒充博美吗 你啊 这两个狗的身价差的倒是挺多的 这家伙挺可爱的啊 这小狗现在有多大了 两个有了 两个月 那一秒呢 一秒打过没有 两针 两针进口一秒 现在小狗得啥价 一千五 我的天呐 一千五 你们觉得怎么样 长得倒是挺可爱的 我觉得要是要的话 应该可以强一点 优惠点啊 这个养狗啊 一定要这个弄个小狗养一养 可以减少你工作中的压力 焦虑感可以给你降低很多 知道吧 而且狗特别的忠诚 人呢 有时候可以不是人 但狗永远是狗 哈哈 这个我要这个小一点的 这个最低的多少钱 诚实一点 你看这边 话说的小姐姐就跳跑过来了吧 一千三百块钱 哎呦 那还不错呢 我的天呐 这小哥 你也是来看小狗的吗 给给你对象看 你看我就说吧 这个不错 小哥 你看长得很可爱 深受这个小姐姐的喜欢 我告诉你 这个的话价格 一千三的话 就会有点高 如果是一千块钱的话 我觉得还勉强可以接受 因为这个狗的颜值在这里 还是挺漂亮的 你看 这一圈人围着他 多漂亮 不过这小狗打理过洗过澡了 还有一种那个哈多利版的 修剪过后 是俊杰装 粗的小圆脸 身上的毛绣丸 那种更可爱 我告诉你们吧 还想看我拍什么小狗 记得评论区留言